今天是周一 就一场比赛 赛偶亚的超级联赛 小联赛一场 这场比赛小柱 小柱 然后给大家走一下 我还没有提前看这场比赛 因为回来比较晚了 所以没提前看这场比赛 就走一波 组队这一边的话 我看见这个比赛是打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这一场比赛 快结束了 这一轮赛是快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组队这边是排名是排在 哎呦这组队挺危险的 不算危险的 这组队不算危险 排24分 24分组队压力不是很大 离降级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差距不算太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客队 客队这个是 客队目前是第六名 第六名晚上冲也是有很大的压力了 离第三名 欧洲杯的这个 欧汇杯的这个小组赛资格的话 差了11分了 11分相当是三场 四场 四场的胜利啊 四场的胜利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23 然后离结束 还有七场比赛 七场比赛 四场的胜利 那对于这个 作为一个第六名的这个客队来讲的话 往上走的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这个组队的话 往下跌的这个压力其实也不算太大 也就是说两支队 今天今天晚上的话 战役也不会太强啊 也不会太强烈啊 不过相比之下的话 可能 组队这边的压力会稍稍比客队大 因为客队没有什么压力啊 往上也上不去了 有点难度了 而且客队的这个战绩一塌糊涂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陆战役的话 组队这边的战役可能会稍微强烈一点啊 毕竟还是一个主场作战啊 主场作战 一不赢是一回事啊 面子得保不能输是吧 因为欧洲的比赛 特别讲究这个主客场呢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逻辑吧 这样一个规则 一个潜规则啊 那从对战网机上来看的话 课队的近期三场比赛里面 课队是都是有两场小生一球的啊 那历史对战网机整个看起来的话 其实课队也是比较占有优势啊 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 从这个对战网机整体一个 整体一个战况来看的话 课队的底应似乎也是比较强一些啊 比较强一些 然后双方的一个对战的一个成绩的话 都是比较新鲜的啊 都比较连续啊 21年 20年 19年 18年 都比较连续啊 也就参考价值还是蛮大的 蛮高的一个参考价值 那客队的底应相对是比较强一些啊 那状态上来看的话 组队的状态很明显要好 比客队要好啊 主客场的胜负率来看的话 主场的是一个胜负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整个基本面上 可能会比较倾向于组队这边啊 比较倾向组队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状态啊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这个盘口 盘口怎么走啊 盘口是关键的 我们来看一下盘口 盘口的话 我们是持续一个平手盘 这个盘有点怪异啊 这盘 我们持续了一个平手盘啊 一个平手盘 没有变盘 然后许位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啊 但是按照这样一个许位上来讲的话 其实不太利益组队了 很明显不太利益组队这样一个 许位点 组队虽然是小负一场在这边 但是毕竟还是1比0的一个小负一场 然后上上一场比赛的话 还是有一个胜率放在这里的 也最近四场比赛来讲的话 你来我往嘛 各胜两场 其实问题不大啊 那在一个组队的一个状态 还是不错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 只给一个平手 显然是不太合理的 而且给平手也就罢了 还给一个0.78的一个水位 这水位蛮高的 这水位 别看0.78 这个水位如果长时间持续0.78 这水位还是蛮高的 整体不利益组队啊 整体看起来是确实是不太利益组队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是皇冠这边 皇冠这边是到了临场 还是继续的在降水 给组队这边降水 一般降水这两个目的啊 要么就是右盘 要么是真的降低赔付率啊 那这个降水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有一个变盘 但这个变盘的时间很短啊 就两分钟的变盘 这个忽略掉它忽略掉它 那持续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平手盘 平手盘一直在给滴水 一直在给滴水的方向来走 呃 即便是滴水 但是给的时间长了之后呢 滴水也不再是滴水了 滴水也是一种 一种压力啊 所以这个滴水 照目前的这个情况看 更多的可能还是右盘啊 还是走右盘的一个线路啊 然后在临场的时候 把这个水位推到了1.12的这个水位点去 推的蛮高的啊 这个水位点其实不利于客队了 已经相当的不利于客队了 虽然说客队有一个一球小胜的 放在这边的话 但是这个水位点已经不利于客队了 那今天晚上这一边 这场比赛的话 综合两家公司的盘口下来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客队这边啊 比较倾向于客队这边 虽然客队的话 在对战网局上有一个小胜一球的放在这边 但整体的水位点的话 从盘口就已经不支持组队了 然后水位点还是比较诱惑的啊 水位点给出的组队的这个水还是蛮高 还是比较诱惑的 那这样一个情况看下来的话 我是认为客队这边值得一波啊 小胜一波吧 这场比赛 小胜一波客队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吧 那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啊 小胜一波客队啊 这客队还挺难念的 纳普里达克啊 明天应该能收 这深盘啊 深盘也没关系吧 小胜一波客队啊 深盘更好 深盘 现在进场啊 现在进场的话是 平手半球啊 反正我还没满 刚好 好 不说多了 下注 好 我们揭晓一下这个赛果啊 这个赛果 赛尔维亚超级联赛 0比0 很遗憾啊 收半 这场比赛只能说是运气好啊 我其实本身是应该 走盘了啊 但是下注的时候是一个 滚球的状态 滚球状态是客队收让 客队收让 平手半球 所以这场比赛收半啊 这个是运气好啊 运气好收半 其实应该走盘的 这场比赛 呃 从这个整理一个对战的一个数据上来看的话 其实客队也没什么优势啊 这场比赛 呃 感觉两队还是打的比较 呃 怎么说呢 没什么放水啊 没什么放水 而且毕竟客队是吃了一个红牌的 吃了一个红牌的之后呢 走 整理走一个比较龟缩的一个路线吧 啊 龟缩 龟缩到场结束 那这场比赛的话 嗯 讲迹实在的 盘口是没有什么太多技术含量在这里面啊 盘口跟 呃 整个分析思路 这场比赛其实没太多技术含量在里面 呃 更多的这场比赛是运气成分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这场比赛装家做盘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思路也不是说太过于 张扬或明显吧 那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 呃 收办能接受吧 收办能接受吧 是吧 这场比赛收办能接受 好吧 这一期到这里啊 我们可以在队里面 保证了 我们可以在队里面 我们可以在队里面